大家好,Juice的主题是把Purl变得非常快 主角是我写的一个Purl module 它的用途是在不用改写原始Purl程式的情况下 自动做一个预处理 把它变成potentially执行起来快好几倍的程式 我会介绍原本的Purl还有加速空间的部分 以及这个module实作的原理 我是Cindy,是神兰野的工程师 技术上我是Harko Money,是Harko Perl工程师 我喜欢在Purl的原始码里面翻来翻去 看什么地方可以搓一搓 让Purl拥有原本没有的能力 而且可以和Purl原本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最近写的Purl Mario都有这样的成分 包含今天要讲的主角 另外我也很喜欢C和Husco 要找出加速Purl的方法 我们可以先看快的语言与慢的语言之间的特性差异 首先先把程式语言分成快速组和归速组 这边我是参考Benchmarks Game网站的资料 最快的是C 然后用C的执行时间两倍作为分解 同一组内的排序是随便排的 没有照速度来排 JavaScript这边被我打了括号 原因我后面会再提 而它刚好就差不多是C的两倍 当然它们的设计目的就是不一样的 为了对机器或是对人类友善而牺牲另一面 分化出不同的做法 那我们就可以来找找 两组之间所采用的具体的不同手段是什么 第一个容易想到的分析点是Compile 毕竟跑程式以前先花了一大堆时间Compile了 那执行的时候应该会快一点才有天理吗 其实Purl也有Compile Python PHP也都有 所以这不是分析点 但同样是Compile 它们做的事情不一样多 花的时间也不一样 归宿组的从事语言为了开发方便 写一写就可以跑跑看 所以Compile的时间在设计上尽量压缩的很短 而快速组在Compile阶段就允许多做很多事 Dynamic Type是人性化语言的重要特色 我们可以在还没想清楚的情况下就开始试做程式 每一个变数都是万用的 可以存放所有可能的资料 看这边的例子 Temperature应该原本是放一个字串 程式第一行比对它的内容 是不是一串可能有负号的数字 最后再加一个度F 是的话下面要把它转成设施 第二行要做转换的时候 直接把它拿去做数学运算 Purl文字转数字的规则 是从开头略过空白以后 找出数字样的部分 计算出来的数字再当成文字再结尾补上度C 硅速组的程式语言大多有提供这样的用法 这个人性化的设计的效能负担是沉重的 每一次取值出来的时候都要先判断一下现在存的是哪一种资料 然后再使用对应的程式把资料取出来 而且可能要再执行转换资料的程式 像上面把温度自传转转换回数字 如果要做计算的话 要找出这一次要使用哪一个版本的计算程式 而如果是使用everything is an object 实作的语言 则是要找出对应 class 的成员函数来处理 对每一次 每一次资料存取都要重复这些的动作 Dynamic Type 要频繁判断 Type 的影响 不只是多做一点计算而已 这个是 CPU 的 Instruction in Pipeline 示意图 每一个 Native 指令在 CPU 执行的过程 可以拆成一些阶段 不同的 CPU 可能会有不同的拆法 这个例子是 Wikipedia 上面给的五阶段范例 每一个指令都要经过从左到右 读取指令、指令解码、执行、记忆提存取、写回暂存器这五个阶段 在选定的拆分方式之下 不同的阶段会巧妙地不占用同一个 CPU 元件 这样就有诈取效能的空间了 在一个指令读取完指令 要进入解码阶段的时候 下一个指令就可以先开始读取指令了 反正读取指令的元件 闲着也是闲着 以这拆成五个阶段的例子来说 指令效能就五倍快了 常见的 PC CPU 也有的是拆七段、拆十几段、拆三十几段的 而超级电脑有拆到一千段以上的 段数越多 加速倍数就越大 挑战是要怎么拆得出这么多不会用到一样元件的步骤 but 效果要这么好是有条件的 至少CPU要在前四个指令还没执行完以前 就能预判第五个指令是谁才能顺利偷跑 那这个四个指令里就不能有像是EVE异味的 不一定执行完以后下一个指令会跳到哪里去的东西 EVE的情况稍微好一点 因为第三阶段执行阶段结束就知道的结果了 所以只要知道前两个指令没有EVE就可以 万一出现了EVE 还有一个做法是先假装它不会发生跳跃 继续偷跑接下来的指令 计算可以先做 结果先不要写入就好 如果之后EVE真的决定不跳跃 那就算赚到 但如果是函数呼叫 或是无条件跳跃一个动态的位置 那就一定不能执行接下来的指令 要先等位置算出来才能继续 那就是扎实的五倍慢 总之 多做计算会多刷时间 多做判断或跳跃就会多花很多时间 硬体设计者 每发明一个加速的好设计 软体设计者就会增加一堆麻烦要考虑 心中没有加速的喜悦 只有没做对就会降速的恐惧 再来就是dynamic type的变数会比较胖 左上是一个传统的static type变数 除了资料本身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 它下面两个是存了不同type资料的dynamic type变数 除了资料以外还要记录现在的type 然后右边是一个字串 由于字串的内容是可以增长的 所以内容部分需要一块独立的记忆体 然后再用指标连到它 这样需要变长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在 LK一块更大的记忆体 然后指标改指向新的这块 下面几个是支援更多功能的字串 例如说如果常常要增长缩短 又不需要每次都需要重新改变记忆体大小 那就要自己记录一下真正用到的长度 后面多出来的记忆体当作备用区 如果希望从前面移除字远的时候 不需要把整个字串往前搬 那就要记录一下开头的offset 要空几个字不用 也可以挪用一部分的栏位 作为字串转数字的暂存结果 右下角这个是支援copy on write的情况 反正支援的功能越多 就需要更多的栏位来记录需要的资讯 那多占用记忆体 不仅仅是需要插更多的记忆体才能跑的问题 它对执行数的影响比表面上看起来还大 这个是不同层级的记忆体媒体 最下面是主记忆体 越上是越靠近CPU 速度越快 容量也越小的储存单元 Register是Native指令做计算时所使用的运算源 差不多可以视为CPU计算的速度 这个资料是参考2017年的教科书 每一台机器的情况会不太一样 不过大致相对的关系差不多都是这样 CPU的研发有厉害的效能提升趋势 但是记忆体的进步主要都在容量变大 效能的进展弱很多 从这个示意图可以看到 资料网板L1Cache与主记忆体的次数 几乎就是记忆体存取的总耗时 而CPU到L1Cache之间存取所化的时间 差不多是可以忽略的 所以如果程式运行的过程中 使用的热区越小的话 大部分的资料都可以塞在Cache里面 不需要被挤出去 那效率就会大幅披升 运气总好的话 可以比频繁进出Memory 与Cache的程式快100倍 然后还不只是热区总大小的问题 这个Cache的设计有个毛病 就是资料从主记忆体进出Cache的时候 通常是必须以连续的32或64byte为单位 是32还是64 是CPU型号而定 如果一次进来32或64byte里面 你只会用到其中的1byte 那你的效能就可能会比 利用连续30或64byte的演算法慢32或64倍 因为人家每用64byte资料才需要办一次 你每一个byte就要办一次 所以妥善安排资料排列的顺序 让排在一起的资料 使用时机刚好都在一起 那效率就会好的很多 没排好效能就GG Again 硬底设计者加了一个好设计 软底设计者就会增加一大堆麻烦 Box的是用比较松散的方式来配置资料的方法 又图之前面举例过的Pearl内部资料结构一示意图 其中自创为了保有伸缩的弹性 所以让自创的内容部分使用独立的记忆体 Box可以视为这个概念的延伸 我们看左边的示意图 最上面是原始的 存着今天日期时间的阵列 每一组数字都紧紧套在一起 我们只需要知道任意一个address 在左右看看 就可以存取每一组数字 并且这块记忆是放在城市 可以直接拿的红色区域 也就是整个城市有权域变数区的特定位置 或是当前执行函数区域变数区的特定位置 所以连address都不需要特别查询 而是写词在城市码里面 然后再加上权域区域变数区 开头的address就可以拿到 这是效率最好的配置方式 除了address可以立即取得以外 这两个区域由于一定会频繁使用的关系 通常都会位于cache里面 加上它们大小与相对位置固定 可以在城市启动或是函式进入的时候 一步就把空间配置好 然后在函数结束时一步全回收 所以配置管理的成本也是非常低的 但是它的弹性也是最差的 因为资料的前面跟后面都会挤了别的资料 所以它不可以临时扩大空间 函数结束的时候 因为会跟其他区域变数一起被回收 所以也不能把这块资料留到函数结束之后使用 而boxd就可以用来放宽这些限制 也就是左图下面两种做法 只在红区保留一个存放address的空间 实际资料放在跟系统要的动态记忆体 最下面这种做法是在阵列元素的地方也再次使用这种技术 使让每一个阵列元素的大小都可以改变 而且可以拥有各自的生命周期 不需要在同时被回收 看右边这一堆例子 大小都是不一样的 要让变数可以动态改变它们的type 就必须允许它们改变大小 所以在dynamic type变数来说 boxd几乎是必用的 而且就用在最下面这种最彻底的用法 只有字串的内容部分 因为是不需要单独拆出其中一个字来转type 那就可以用连续的DT box的成本是很高的 每一次存取都要额外做de-reference 然后这个address和记忆体管理所需要的资讯 可能比资料本体还要胖 64bit的机器上面 一个address就8byte大 如果你只是要存4byte的整数 就像是买了一个室内空间只有三分之一的房子 另外三分之二都填满实心的水泥 而且这边还没有算上公设 就是记忆体管理的部分 系统要能回收记忆体 就需要有办法知道这块记忆体大小 也需要记录管理所有可以配发的记忆体 另外还有配发过程中 所产生像是机灵地一般 怎样都发不出去的记忆体浪费 另外就是独立分派的记忆体 会被记忆体管理服务任意分散在主 记忆体空间各处 而不会仅仅靠在一起 所以读写一组dynamic type变数内容的时候 catch line的利用率也很低下 既然问题是type 那如何加上type 要求开发者标type吗 虽然想执行快 但我还是想写得很快 标了type就怎么快 所以我希望type还是不用自己标 不然我写c就好了嘛 参考一下JavaScript的做法 或说是note.js的做法 是用judging type compile 假设dynamic type的变数 实际上有很多不常变动的type 这应该是符合预期了 先跑一阵子 统计一下它们实际上都是什么type 然后再compile出特定type的版本 执行的时候就只确认一下有没有猜对 确认一次可以用一整片程式 因为一大段程式里面有没有type转换 是从程式码和进入点的type 是可以先判断出来的 这是我在程式语言分组时 把JS打括号的原因 因为它需要先跑慢速版本收集资讯 然后跑到一半再制造快速版本继续跑 Purl可以做type inference Purl的特性还特别适合type inference 虽然Purl的variable是dynamic type 但Operator是dedic 还带着type资讯 Operator会提示我们 一个变数只会被当成哪些type使用 只会得到哪些type的值 我们看这个例子 这是计算费式数的参数 这个前N是传进来的参数 它会是什么type的内容我们不知道 但是当它在看到下面 前N只会拿来做减减的计算 并且计算结果会被拿来比达较 注意Purl的大于等于一定是数值的比较 如果前N是原本的字串 甚至就算右边的0也是给字串形式 遇到大于等于就是把两边都当成数值来比较 所以我们可以确认说前N只会被当成数值使用 那么其实函数一开始执行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个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的前N 先转换成数字 然后放在一个静态的数值变数里面 然后所有的计算都只存取这个静态的数值变数就好 前A和前B也可以做类似的推导 Purl的加号一定都是数值加法 无论两边原本是数值还是数字 通通都会被当成数值来加 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 前N和前B都只需要存数值 虽然最后面return前A之后 拿了它的值的人会当成什么用 我们不知道 不过我们只要在最后一刻 再伸出dynamic type的值就可以了 对照一下JavaScript 这边光看A加0 我们就看不出来console log会印出A1还是10倍的A 因为这个加号需要根据A1的type 来决定会做数值加法 还是自传相接 Purl除了一般binary operator以外 还有更多提示性的operator 这边前book大括号 前bookname表明book一定是一个hash 就类似hython的dict 而bookname无论原本是什么 在这里一定会被当成文字使用 后面的中括号chapter 表明前面的book大括号 bookname会是一个array的reference 然后chapter会被当成整数使用 下面character count等于length content 这表明content会被当成文字使用 然后character count会被存入非复整数 Purl里面所有的内建函数 其实都是operator 都有专属的编码 刚刚举例推论变数type的时候 我们是用眼睛对着程式码做分析 不过我实作这个module的时候 不是直接对着程式码做的 前面说过Purl本身是会compile 所以我可以利用Purl自带的compiler 不用自己再pass一遍 老实说Purl有些语法pass起来 真的很麻烦 下图示这段code 就是计算废试数的回圈 经过Purl compile出来的opcode结构 它是一个树状结构 其结构所含的资讯可以重新复原出原本的程式码 不过原有的排版方式与注解是没有的 这个opcode的树状结构还有附上执行顺序 而且是optimize code的版本 有些节点是经过判断 可以直接省掉不执行的 我会拿这个optimize code的officry来使用 opcode在执行的时候 除了会决定下一个opcode是谁以外 只会这样子跟系统的stack做互动 不会和其他的opcode来往 这边例子是刚刚的回圈的body部分 先在stack上面放个mark 准备后面要做的list对list的assign 等到右边的前b会先放在stack上 然后是准备要做加法计算的前a与前b 做了加法之后就把右边的前a和前b从stack上移除 然后放入加完的结果 下面准备要接收新值的mark 前a前b放上stack 然后用mark定位做一对一的copy 这个计算的连结 我们可以做出右边这个很像电子元件图的东西 这边有三个元件 前a前b和加法 电子元件我不知道加法习惯用什么符号 所以我就用exo代替 这三个元件左边是input 右边是output 大部分都是依左图的箭头做连接 把一个output位给另一个input 比较特别只有前b的output 因为它有两个用途 一个是assign给前a 另外也是作为加法的input 所以元件图里前b的output 出去就分为两个 从元件图 我们可以再写出下面的式子 左上的式子反映的是 元件图里面箭头连线 岔路反映的就是连击的关系 意味着就是都有可能发生 右上式子反映的是 变数需要保存的资料 只有input与output type的交集部分 超过input的部分反正拿不到 超过output的部分反正没有人想知道 下面的式子反映的是加法operator 自己天生只想吃数值 也只会输出数值的特性 这是第一式 第二式是考虑到数值 其实有分整数与浮电数 如果input都是整数的话 输出就一定是整数 第二式是不一定要做的 只是如果能够做的细致一点 有机会把各变数的type 线缩得更小 那产生出来的程式码 就会更有效力 有了式子就可以求解 我求解的方式是先假设 所有的input output type都是any 然后逐个式子去看 会不会缩小范围 例如说Java的input output 运到下面的式子 就会从any 缩小为整数或浮电数 然后它们会再影响到 前A前B的input output 由于前A前B只会保存 他们的input output的交集部分 所以无论式子里需要 引用到input或是output 我都直接引用input与output 目前的交集部分这样 那就一直重复这样的过程 直到所有的type都不在变化为止 type决定好要下一步 就是根据这些type 把对应的ccode产生出来 这一串就是刚刚list assign 与Java所对应的ccode 应该没有人想要细看 生成的code里面 我豪迈的使用了很多区域变数 来降低组织程式码的复杂度 包括所有原件的input output 都用一个变数 转型给原件内部使用 也用一个变数 要判断type的flag 也使用一个变数 其实它有时候根本就是变数 反正GCC的optimizer很厉害 这个module的用法 就是使用indie写的inlinemodule 作为入口 然后指定要cpr哪些函数 也可以指定要传给GCC的compile参数 不过我这边就不写出来占版面了 好我们来比较效果 好这个case太快了 比不出效果 而且n不能再大了 再大就存不下了 我们换一个case 这个是计算输入参数有几个正因数 计算的方式简单粗暴 就是从1到n通通除除看 函数第二行有一个int 是为了让type inference能看出 这个输入参数只会被当成整数使用 就算是浮点数 也先转整数再用 好这个算的比较久就可以比结果 效能进展大概7倍多 那这个module完成度还不高 虽然已经可以执行了 而且有部分的成果 不过因为perl的opcode实在很多 最近版有415个 旧一点5.30也有398个 我现在只有10多测试有用到的opcode 然后顺手再多做几个 还有很多opcode的code件需要补 另外就是为了想要赶CostCop的日程 所以写的很赶 程式码都是随手浮成一大团 包括了一个1500多行的函数 还需要重购 所以虽然程式码是公开的 但不太适合人类阅读 别人如果想帮我加或改都不太容易 除了完成程度之外 这边还有一些可以再进步的空间 主要就是支援认出更多可以加速的type 第一个是每个元素都同type的array 这个应该会比现在scaletype加速更多 然后是panel data用法的hash加速 如果hashkey都是直接放个字串literal的话 它其实就像c的struct 也没必要用hash的方式来取出栏位 可以直接判断并写实它是第几个栏位 接下来是让reference也可以用在statictype 目前只要用到reference 就一定要退回最纯正的perl变数 下一个是让函数可以提供有type的版本 这一步是想让有type与dynamictype两个入口并存 平常其他perl层次是呼叫dynamictype的入口 因为perl那边的参数与回传值都是dynamictype 而特化过的函数互相呼叫时 可以呼叫statictype的入口 少一个打包dynamictype再拆包的动作 而且也不用经过perl的函数处理 直接在clevel就完成函数呼叫 这会让地回程式加速不少 再下一步是想挑战粗略的track直语 精准的追踪出弱且微弱的直语 那是电脑不可计算的holding problem 不过粗估一下容许推估的直语中 有些值可能根本不会出现 那就还是可以做一下 做这一个的好处 就是可以分离出长度不会增加的阵列 才能实作完全不用box的dynamictype阵列 不然一般阵列都是至少要搭配回圈使用 只要index放了变数 因为完全不到变数的直语范围 所以就看不出哪个阵列是不会变长的 只是这一个比起来这一步 我们也那么把握写得出来 它理论上可以做 实际上要做感觉有点难 最后就是加速固定常数的阵列 感谢大家